多谢主席 欢迎政府现在觉得要拆长松绑 发展这个低空经济 我也想提一提 刚才副局长答的时候 提到符合现行的法例的话 就可以欢迎是非 我想提一提 政府如果就着现行的法例的话 AAM就无法是非 所以其实最重要 就是尽快成立这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 就会尽快去看看 怎样可以安排到一些沙盒 可以容许是非 以及也可以尽快去修改法例 还有也想提一提 其实除了AAM之外 直升机都是低空经济的一种 上次我在行政长官答问大会上面 都建议用直升机提供跨境的服务 最好就在我们的国际机场那里 提供一个一地两检 接着可以用直升机 接驳我们的国际乘客 直接去到大湾区里面的一些企业总部 在这一方面 因为我见到民航处署长 最近去过内地考察 在这一方面不知道是否进展 局长 主席 刚才郭议员提及那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 正如特首在六月份的答问大会 就是说我们都会委派一个副司长协调 在这方面其实低空经济是香港的新兴机遇 也涉及包括运输物流 航空管理 基礎建设和法律配套等各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政府现在正积极做好相关的前级工作 稍后就这个问题 就会适时向社会公布更多的细节 至于跨境直升机服务方面 我们留意到内地近期积极采用电动垂直起降技术的飞行器 作空中的士的是非活动 而在这些是非活动 我们民航处的同事也都有去参观过和体验过的 事实上其实现在越港两地 现时已经设有很多支援直升机 飞行服务的直升机起降点 也都有数家直升机的服务营办商 可以提供跨境商用的直升机服务 来往香港与澳门、深圳、珠海等地 运输及物流局和民航处 一直都有与深圳市相关的部门 以及深圳的直升机及直升机平的营运商 就推动跨境直升机服务的最新计划 和低空空力使用的议题进行积极的交流 加深广新双方在拓展直升机 跨境直升机服务的了解和发展 目前跨境直升机主要是 于已经设有出入境春关安检服务的 上环海港码头直升机机场起降 运输及物流局和民航处 会继续留意跨境直升机服务的市场需求 适时检讨相关设施的发展 而国议员提议的 例如一地两检服务 这些我们都会考虑